再把视线转向春季农业生产 眼下正是种植莲藕的季节 这几天为了能够让春藕在五月份上市买一个好价钱 广西柳州市柳江区柏棚镇的莲藕种植户们 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我现在就在柳州市柳江区柏棚镇的万亩莲藕生产基地 那现在呢正是双季莲藕的种植关键期 所以农户们正在进行这个挖藕种藕的一个工作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一块藕田里呢 农户正在进行这个挖藕种的工作 那这些藕种呢其实是去年十月份 这个秋季莲藕采收之后留在田里的 用作来年的这个藕种 那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呢 为什么要把这个藕种挖出来呢 就是要给藕种来松松土 以提高这个莲藕的产量 其实挖藕种呢它也是一门技术活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藕田里 是看不见下面的 全靠一双巧手去摸 那怎么样去挖藕呢 就是要顺着这个藏在这个淤泥中的藕种的长势 来用手轻轻地挖出来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姐已经把这个藕种已经挖出来了 为什么要说青蛙青拿呢 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藕种的这个藕芽呢完好 这样呢藕种才能早生快发 这一亩地的藕种呢可以种2.5亩到3亩的藕田 我也了解到柳江所产的这个双季藕不仅一年为老百姓提供这个两次的新鲜莲藕呢 双季种植还能最大化的利用水塘资源增加种植后的收入 那春藕的是5月中旬左右来这个采收 秋藕呢是9月中旬左右采收 因为双季藕的优势呢柳江莲藕的产量也是得到了增长 那目前呢我们摆盆镇这个双季莲藕种植面积呢 已经从几十亩扩大到现在的3.2万亩 那有4700多户农户来种植莲藕 那所产的莲藕呢除了在国内畅销 还出口到一些欧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市场 那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柳江是全国这个首创双季莲藕套种瓷孤 一年三首的一个生产模式 那每年的9月份呢套种瓷孤 这样的话农户每年收入就从6000元增加到了2万元左右 那大幅提高了农田的综合效益 也实现了农民的增产增收